五个六家 这个冬天的钱要多少 一个门洞里面住五到六家 像这个门洞就有五家 我们这个门洞这里三家 是吧 你看 这个一家 这个上面一家 这个底下一家 这个二楼一家 三楼一家 这个是老实顾门房子 老实顾门房子 有住这么多人呢 那里面多大面积啊 都不大的呀 我们底下是最大 大了比我们还小一点 你是这一家 我是这一家 我们还多了个天井 我这个厨房间 现在我们分割了我一家 可以啊 到我们家来派过好多人 上次同学大学 也到我们家来派过的 是吧 我这个是原来我们是三家 后来我们改造以后 分割了我们一家 那另外两家呢 另外两家就他们到赛台上面 赛台本来是空的嘛 然后两家分的 你赛台你就不要了 我去了 我本来就不去的嘛 我也爬不上去 或是冬天也是他的 我们就是自己协商分割的 哦 这个情况 先给你用一用 哎 哦 这是厨房 这厨房 我就没有把他给他拦起来 哎 下期建房子一百年了哦 一百年也得 我老公 我老公已经72岁了嘛 在这里 我老公生在这里的 那你住在这多少年了 你嫁过来住的 我就是嫁过来 我儿子现在三十七 哦 也三四十年了 哎 哈哈 三十七年 你嫁过来的时候这个房子就是这样子的 没有 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后面你改造把厨房 还有我放大了一点 对 房间我们改造了 这个厨房现在看起来蛮大的 现在我就把他这样改造的 哎 原来这边一家 我们的一家 这边一家 还有这个旁边一家 就是楼上的全部在一楼这里烧饭 对对对 哦 基本上是在地下的多 没有厨房间就在这个酒廊里头 这边有安全隐患吗 就是了 所以要改造呀 哦 哦 是这里 这个是这是卫生间 是也是您家的 也是我我 本来就是我一家嘛 哦 改造了以后就这样的呀 哦 改造了还住起来方便点哈 我这里洗澡嘛 我我看到很多人还是拧那个红灯笼啊 对 拧马桶的了 他们人家多呀分不了呀 嗯 你们这个是也有五六户人家呀 怎么可以协商的这么好 我们就三家 我们这一庄就三家 这一个门洞里面住三家 一层三家一层一家 哦 那你们平均面积还算是大的 我们还是可以的啊 哦 就是当时就是父辈分下来就是 不是 有这么大面积吗 他们要都是拿什么什么金条顶下来的什么 自己花钱买的啊 对 哦 所以面积大一点是吧 对对对 你们这房子是哪一年改造的 这个我不太清楚 我老空的 哦哦 改造好久了哈 哦 改造这是一三年改造的 一三年改造 这个我本来两千年我就装修就做这个样子 哦 就是有个马桶 两千年我觉得自己改了就是这样弄的了 嗯 哦 从外面是这个是一三年弄的 那你们卧室呢 卧室我就这样的 哦 这个里面是卧室 哎 哦 一通间 我就这个一个通间呀 哦 哎 这面积蛮大的呀 我就是整个一个通的呀 前面是天津呀 可以呀 这个一通的话以多少平方啊 我们整个是24 前面是9 9加24 二楼还有个阁楼 我我我我又四十几个便宜 哎 这个阁楼的话是你们住算面积吗 不算的 阁楼是我结婚的时候家里人口多嘛 嗯 大个阁楼没有人在上面 所以我结婚在这里 嗯 现在你们这个一家住几个人 我们就三个人都走掉了 哦 老夫妻两个 一小孩 嗯 三个人住还可以哈 我儿子在前面天津也 嗯 你把天津也改造了一下 嗯 这是一个厅 这是整个大房间呀 啊 你们现在就是把它当厅室 哎 本来我婆婆她们床放在这里的呀 现在是公公婆婆 都没了呢 哦 没有了 哦 哦 是 那你原来不是你你夫妻住这个 是吧 中间厅就是公公婆婆 前面是个小叔子住 上面还有个小叔子 他们聪明回来睡睡 哈哈哈 还有外甥女睡睡 那你老公他几个兄弟姊妹啊 他们七个原来是他们全部在这里呀 现在他们的人呢 他们有的就出去了搬出去 有的就嫁出去的 也有在外面 他们 哦 所以现在这个房子就全部是你家的 就我们山人 哦 他这个产权什么的全是你家的吗 是时间权 哦 只是给你们用 那如果说一旦涉及到拆迁 就是遗产吧 就是我们山人 哦 这样子 嗯 这个你们改造的蛮好的 嗯 这个 就是我儿子 儿子住 儿子住 儿子住这里 嗯 有个小房间 嗯 嗯 就是两天一天 嗯 他是生在这里的 哦 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嗯 叔叔看起来像个文化人吗 那是文理的 哦难怪就就看起来那个气质不一样 哈哈哈 我以为这个老教授 嘿嘿老教授 哈哈哈 是是有点老教授 老农民啊 哎呦 炫换回来的都是 就是像我们的房子 呃原来是天津 嗯 因为我们在检方以前 我们家人口多 就自己打掉的 嗯 就是我们是寄在房票 房票 房票部里面的 啊 那么一般的呢 因为当时家里都条件差嘛 有的话天津它是不收钱的 哦 知道吧 就是我们要收房钱的 什么意思 他这个天津要收房租啊 你要打掉了 你作为住房用了 他就要 房管署就要问你收房钱 你不跟他打掉呢 那就等于是 不管了 公用面积 就是公用面积 就是他不收你钱的 那你打掉了 他还交点钱给他 那就交房钱啊 以前有种房子里面他有隔楼 哎 房管署也是要收钱的 阁楼也收 对 经过他同意的 嗯 或者他给你搭的 哦 你是要付房钱的 哦 你自己搭的 不通过他 不付房钱的 因为以前嘛就是讲的话 因为都是 家里条件都比较差嘛 不是就是 你住房紧张以前 住房紧张嘛就是讲的话 为小孩去搭个阁楼 对 睡睡觉的 对对对 我其他也不配用处的 我凭什么东西要付你房钱呢 是的 那么有的呢就是讲的话 本身就是人口多 哎 没办法 条件也差 那么就是房公说 你来给我搭个楼 我问你要房子 房公说 我没房子给你 那我给你搭个楼 对 他搭的 你就要付房钱给他 哦 所以讲现在冬天就是就有这个问题 你去在房票部里面呢 嗯嗯 算你冬天面积的 你自己搭的 是违章搭建 哦不算 不算 对了 所以要现在都讲的话 你都想 寄在房票部里面 就不给你寄了 哦那交点房租钱还是 上算的 现在是上算的 当时是讲的是不上算的 对不对 哦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全面天情 搭掉的话 你也是要付房钱的 是 你要不付房钱的话 你就不给你搭 我 我要递用某个 嗯 两个 两个 差多路回来 你说怎么怎么住啊 对 人太多了 那弟弟住前面 我就住个楼 我还有个弟弟在聪明 啊 过来我成家的就是这样 我原来我父母 就是住住在这一间 住这里 我大的弟弟住在里面一间 嗯 我 跟我爱的结婚就在 你看 住这里 住在这一间 哦 搭个个楼 因为我弟弟在聪明嘛 他也成家了 哦 他们回来怎么住啊 就搭个楼 他们就住在楼上 全部住在哥楼 哦 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 哇 当时你们的这个住房蛮紧张的 你当什么 没办法这样 对 那现在就是后面就是弟弟他们都出去了 对啊 今天买 买房子 有的买了 玻璃房分到了 啊 他们就出去了 出去以后就是我跟我父母在一起住 对 以后我父母过世了嘛 就是我们一家 就三个 你们住了啊 就是哥楼呢 现在是基本上不用了 就是哪个亲戚还有什么呢 那可以在哥楼上面可以睡觉 哦 这也就是 那儿子成家 他没成家呢 那这间房你要给他 中婚房 我的想法嘛 就是二十二要成家嘛 我这套都全能让给他了 我自己外面去见 这套 这个房子住这么好了 哦 老夫妻两个 这个房子 你不办法 你你你你你让女朋友 谁愿意跟你这老夫妻两在一起是吧 对不对 那么我就这个房子也多给她嘛 啊 我也不抽了 你外面没买房子 没有没有 我们都差了落后回来嘛 哪里有钱买房子啊 对吧 是的 是的